为什么从前环境那么好 科学发达之后灾难会这么多 也就是以前人心醇厚 欲望很低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几乎没有欲望 一生过着最简单的生活 三一一博 树下一休日中一时 这是他老人家一生做给我们看 什么都没有 他什么都不要 每一天讲经教训 身份是什么 老师 用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说 职业教师 三十岁开悟 开悟之后就教训 一天不中断 七十九岁 远吉 随经上长江 老人一生 奖金三百余会 受罚四十九点 奖金的会 就像我们现在办办教训 他办办 办了三不多次 时间又长又短 小的几个人 几个小时 大的有好几年 讨论 讨论一个大的专题 这样大大小小的 发挥 很多 他跟我们说实现的 丝毫没有知足 非常开放 有过往大臣 有花园 有别墅 请他到那里去住在那里 讲解 他也答应 他也不是一定要 我一定要住在山上 他不是 他虽远 非常随后 非常随后 那今将完了 别的地方 有人请他去了 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了 多活泼啊 多自在啊 丝毫拘束都没有啊 这天我们深深去观察 去了解 去学习啊 所以他老人家真做到了 随云自在啊 一丝毫 愿望都没有 为什么 他真做到无谷了 所以无谷 才是佛真正入门 这一段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